欢迎收看财经知识库帮您添财库 我是谢家伟 4月3号在纽约证交所挂牌上市的 瑞典音乐串流服务公司Spotify 舍弃传统IPO方式采取直接挂牌 挂牌当天股价上涨13% 市值充上265亿美元 超越了近期挂牌的Twitter、Dropbox等这些科技公司 这家音乐串流服务公司 它成立在2006年 是全球最大的串流媒体服务商 目前在全球付费用户人数大约有7100万人 2017年的营收达到了40.9亿欧元 究竟Spotify它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它的发展过程跟竞争优势又是什么呢 今天节目当中带您来了解 相信喜欢听音乐的观众朋友 对于卡带、CD这些传统的实体音乐产品都不陌生 但是却也因为盗版唱片的猖獗重创了音乐产业 一直到2007年 第一支iPhone问世 并且推出下载数位音乐的iTunes 革新了使用者对音乐的取得方式 也开启了音乐产业另一个商机 但是问题来了 智慧型手机的容量是有限的 下载太多音乐没有办法储存 就在这个时候 线上音乐串流服务的市场就因此被开启了 而如果观众朋友您对Spotify 还不是很熟悉的话 简单来说它就是类似台湾的KKBOX 不过不同的是KKBOX要付费 但是Spotify它可以让使用者免费合法的使用音乐 Spotify这家公司成立在2006年 目前在全球拥有共7100万付费订阅用户 同时有1.59亿的活跃用户 这家公司拥有3500多名员工 那么在曲目的部分拥有3500多万首的歌曲 而另外就有机构数据统计 Spotify它在串流媒体的市占率高达了42%之多 而目前Spotify它主要的股东 包括它的创办人及执行长Daniel 它的持股25.7%最多 腾讯也持股了有7.5% 而Sony Music它持股的部分 也有5.7% 这带您来看到的是 这家公司创办人Daniel的背景 Daniel出生在瑞典今年才35岁 在14岁的时候就可以自己架设广告的网站 非常具有创业的头脑 年纪轻轻就成立了网路广告软体公司 而喜欢音乐的他 在被称作是豆瓣王国的瑞典突发奇想 他主动向Sony、环球、华纳还有EMI 在这四大唱片的老板要求 希望他们可以把唱片的版权交出来 他认为合法得到的东西是比偷来的更好 这是他进入到音乐产业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为Spotify他想要铲除 盗版唱片的问题 因此呢 Daniel他先让音乐变成免费提供用户使用 再从中去获利 简单来说就是Spotify他先花钱 去跟唱片公司买版权再免费提供给消费者 那这样子公司的获利来源是什么呢 一个是广告的收入 因为免费注册听音乐的使用者 他就必须要收看广告 因为Spotify他的会员数很多 广告量大 所以呢就成为了公司重要的一个营收来源 而另一个呢就是使用者的付费 那么因为付费用户他可以跳过广告 使用的权限比较大 也可以呢用手机来听音乐 可是呢在这家公司营运过程当中 庞大的版权支出呢 却是造成他亏损的最大因素 环球、Sony还有华纳音乐 这三家唱片公司 他仍然掌握着全球绝大多数音乐的版权 而目前Spotify还有85%的营收 都必须要拿来支付这些版权费 今年初他还因为版权的问题 遭到美国音乐发行商指控侵权 求偿了16亿美元之多 大笔的版权费用也拖累到公司的营运 我们就来看呢在过去三年呢 Spotify公司的营收分别是 19.5亿欧元、29.5亿欧元 以及呢40.9亿欧元 但是呢我们看到哦这个收入越多呢 它的亏损却越大 因为呢红色的柱状体所代表的亏损金额 是从2015年的2.3亿欧元 扩大到5.39亿欧元 2017年呢这亏损的金额 已经突破了10亿来到12.35亿欧元了 Spotify它面临的挑战还不是只有这样子 因为苹果公司在2015年推出了Apple Music 目前在美国Apple Music它的付费订阅用户数量 已经快要接近Spotify 市场就预估哦在今年夏天 美国市场呢可能Spotify它的订阅用户数 就会被Apple Music给超越 其中有一项很关键的因素 就是因为Apple Music它在苹果硬体产品业务体系 所有出售的iPhone跟Apple Watch呢 都内建Apple Music 我们来简单比较一下这两家的这个音乐服务的差异 Apple Music呢它推出的时间是2015年 Spotify则是在2008年推出 而目前Apple Music全球的订阅人数 大约3600万人 Spotify则是有7100万人 至于在费用的部分呢 在台湾的月租费来说 个人的月租费Apple Music呢是150元 Spotify是149元 而在歌曲的数量上呢 我们看到呢Spotify有3500万首 而Apple Music呢是比较多的 有4500万首 而其实不是只有苹果在抢工音乐串流服务市场的商机 像是亚马逊Google还有Fastbook 这一些财力损厚的科技巨播 也都推出自己的音乐串流服务 还推出呢智慧音箱还有耳机等相关周边的音乐产品 YouTube现在也续世代发要来推出Remix的音乐串流服务 那么到底现在哦在全球的音乐市场有多大呢 从这样图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哦 根据这个统计呢 全球的音乐市场在2015年规模来到了150亿美元 这是近20年的最高 而2016年持续成长来到了157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一半都是来自数位音乐的营收 而高盛就进一步预测2030年这个音乐产业 将会因为串流服务呢出现一个营收跳增的现象 并且可能写下1040亿美元的记录 可是呢也因为市场的成长 让Spotify面临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一起加入 要来抢食这一块商机大饼 我们来看一下它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除了前面提到的巨额的音乐版权费用之外 竞争对手众多也是一大难题 因为包括了苹果亚马逊Google等这一些科技巨波 积极抢夺音乐串流市场 又有自己的手机智慧音箱等硬体 要来推广自家的音乐串流服务 所以呢这也使得Spotify他近期 也跟着积极开发自家的实体产品了 而另一方面要看到的是 在美国政府的版权版税委员会 他可能会调高音乐串流业者支付 美国辞取创作者的版税门槛 这可能会冲击音乐串流商 他的获利表现 同时也代表这些串流的音乐服务收费 有可能会被调长 那么会不会对用户带来影响 也都要密切的观察 但是即便如此 在当年网络科技重创了实体的音乐CD 唱片产业 如今网络科技它却也成功的 让这个产业又重新活了过来 音乐串流服务后续还会如何更精进的发展 我们也将会持续为您来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